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李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二下午的3点05分 涨94点 今天一开盘就开高125点 最多涨207点 可惜量太少 2267亿 今年以来的最低量 可见得市场信心不够 都去200点嘛 还没有信心 不然是要怎样 要去500点以上 还要上信心 那就太慢了嘛 永远后知后觉 后知后觉你只能帮人抬轿而已 永远在帮人抬轿 上个礼拜我就开始跟大家谈了 上礼拜五台北股市跌了240点 那我上礼拜开始跟大家谈时间周期的部分 这一年来都在走 你看36天 6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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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上礼拜三大涨310点 然后又下来落第二只脚 礼拜四礼拜五又压回来一次 尤其礼拜五跌240点 大家走得要死 我特别把它放大给你看 上礼拜五是第64天 所以说 关键 关键 礼拜一第65天 64天的转折 加上指标在低档区 指标在低档区 时间到反转的机会 成功率就很高 那昨天又跌105点 很多人还是有点担心 昨天虽然跌105点 我也给大家看过细部的部分 台积电昨天只跌 虽然小跌1块钱 可是台积电的两家子公司 创意大涨9块 精彩掌停板 所以我说 子公司跟他同步的表现 是不是领先指标 值得注意 联发科昨天小涨1块钱 小涨1块钱 转折讯号不是很明显 可是瑞玉跟联勇 昨天已经领先涨出去了 那是不是也是一种领先指标 那果然今天一开盘 就直接呈现大涨207点 所以昨天是反转日 今天是确认盘 今天确认盘 唯一可惜的地方是 量不够 大家信心不够 昨天外资还是继续卖超 今天外资已经转为小买20几亿 但买的动作不够大 从台积电身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今天台积电涨了4块钱 可是量还是跟昨天一样 16000张的量 比上礼拜五还是少了一半 所以外资动作不够大 导致台北股市今天没有办法 收在高涨区 可惜啊 有点遗憾 那没关系 反转确认出现之后 行情开始进入新的攻击行情 今天联发科一开盘最多涨了29块钱 售盘涨了5块钱 可是成交量比昨天增加了50%出来 昨天联发科成交量4054张 今天是6250张 整整多了50%出来 所以联发科今天反转是有带一些量的 可是严格来说也是不够 还是够明确 可是指标在低档区 反转的机会已经大增了 已经大增了 所以昨天跟大家讲 礼拜二就看台积电联发科 还有长荣跟阳明 今天长荣阳明盘中一度涨到4% 尾拜 今天长荣最高来到142.5% 起到4% 受盘起3块盘 杨明今天盘中一度涨到3% 缩盘涨2块钱 可是像这种大型的股票 要么外资资金要进来 不然当充部队要进来 可是动作都还要再加强 但今天韩国已经表现很强了 今天亚洲的股市部分 澳洲涨了0.59% 南韩涨了0.96% 日本涨了0.7% 新加坡涨了0.64% 涨幅都比台北股市领先 涨幅都比我们好 昨天道琼小跌39点 39点你看这道琼有来不 多头的修正坡 人也没错 我们落到那边 回到起涨点 那指标在低档区 所以市场信心不够 原因在于 美国股市力道还不够 那非得要看到美国大涨了 你才愿意相信吗 那个都太慢了 你要比别人领先 你就要比别人 多去关注一些细微的现象 才能够任何一点蛛丝马迹出来 就能够提醒你 行情不对 你才能够比别人领先 对不对 所以纳斯达克小跌0.1% 纳斯达克也没有回到起当点 就只有费成报道题而已 费成报道题 跟台北股市一样回到起当点 那你看欧洲股市的部分 欧洲股市这一波回来 其实都不多啊 都很共产 德国 英国还创历史新高 法国 你看人家股市这么强 那全球就只有费成报道题 回来起当点 那我们别人不跟 我们就非得要跟费成报道题 所以很奇怪 可见得信心不够就是这样 信心够你就会跟强的 信心不够就会跟弱的 就这样的原因 好台北股市的部分 今天成交量分布 电子股41.9% 唐股16.8% 金融股4.5% 金融股今天还是持续弱势 指数是呈现下跌的 所以说金融股就不要碰了 我来说你们要听 金融股的部分我提醒你 不要再碰了 你看最近金融股回的幅度 都蛮大的 有没有 回的幅度都很大 尤其越是关股回的越多 金融股我们都不讲了啦 金融股不要说了 接下来开始进入超级财报的行情 所以 生生不息的多头 所以以后不要一直只是在看指数 你要多看一些结构的问题 你看最近指数再往下修正 类股之间一直不断在接手 防疫股 钢铁股 航运股 尖告腹球股也不错啊 对 那电子股在酝酿打底 我都能拿去看盘啊 看盘不是看涨跌 不是只是看现行 那个都是表面功夫 有很多眉眉咳咳 有很多专业性的判断 细节判断是很重要的 防疫概念股昨天也跟大家讲过了 一旦大盘一起来 防疫概念股至今一定会撤退 防疫概念股你就要小心 你要做防疫概念股 你看今天大盘一起来之后 防疫概念股今天就几乎全倒了 对不对 你看泰伯今天一度跌到8% 瑞基一度打到跌停板 前两天强势的原料药股 神龙今天大跌4% 那优胜跌了3% 国光生计跌了2% 所以今天生计股很明显 但疫情目前还在持续升温 所以防疫概念股 还会有表现的机会 只是它的震荡幅度落差会很大 你在操作的时候尽量要小心 脚手要紧 不然尽量就有下跌的时候你再买 涨高就不要去追 会来的比较好一些 今天航空股是最强的 航空股是最强的 航空股里面今天空运 华航涨了6.4% 华航这个量还不够 要洗这个套牢还不够 所以走爱税里 今天长龙行 今天是涨了2.6% 大陆已经开始逐步的解封 那这段期间大陆的封锁 让很多地方塞港 货物没有办法流通 那涨下去也不行嘛 对不对 会把整个经济给脱垮掉 所以大陆现在要开始拼经济了 开始拼经济到处解封之后 那么雾畅其流 所有货物会开始加速的出口 所以你看今天航空股的部分 亚洲的航空股 不管是山井涨3.5% 昨天日本海洋股上升2% 我们上楼中 人日本上升2% 今天又上升3.5% 两天赶上升5% 川崎街也涨3.5% 今天油船涨3.4% 包含南韩的现代商船 今天也大涨 现代商船今天涨了4.3% 所以长龙 阳明 还输人 我还是持续看好长龙跟阳明 因为业绩真的是好得不得了啊 没有几家公司能够像他一样 有那么好的一个业绩 光是上半 光是第一季的财报 恐怕两家公司都会高于17块钱以上 那加上美国线的运费 长约换约倍增 这个对于下半年的获利贡献很大 法人的预估 几乎都在60块钱以上 那60块钱有的喊到65 这两天法人的目标价几乎都出来了 少的200多块 多的300多块 但我也不是说法人估一定都准 法人估藏口看看就好 要有自己的看法 可是至少一百二一百是太胸 对不对 加上要分别配20块钱现金跟24块钱 殖利率有高达18%殖利率 所以上市会没有一家公司说 赚60块 北比才两倍而已 佩奇殖利率又高达18% 都是绝无仅有的 所以长龙阳明两家公司 随时都会在供 这一次22天的周期 这一次22天的周期才刚开始而已 22天的周期才刚开始而已 你看长龙 22天到座从128 今天已经来到142.5了 量还没出来 量还没出来 可见大丹还没有进来 所以行情是慢慢走 一旦大丹进来 后面冲就很快 所以你有长龙有阳明的破坏掉 钢铁股的部分 今天华信又拉涨停 华信这五天来 六天来已经涨了40%了 最快的勾票 六天涨40% 应该没有公司有像他这样的一个爆发力 可是如果以外资的买超来看的话 外资连续五天 买了5万多张 以外资的买超动作来看 外资压宝的动作 大丹钢是更大的 大丹钢六天买了9万张 加上金额比较高 一个30几个基我40几个 一个48个基我56 单价高 张数又更多 外资买华信 五天买了5万张 买了大丹钢六天 买了9万张更多 所以可见得外资在压宝的部分 压大丹钢的手笔 比压华信更大 二月份的时候买了10万张 三月休息一个月 四月又重压 所以大丹钢昨天下来 我还要买了 二三个半都买了 但还有更低 无所谓啊 给你买啊 你不敢买什么可惜 结果拉上来54.4 大丹钢会再冲出去 这段套牢已经几乎要解开了 既然都来到前一个高点 要么就不会来 那来的就是要过关 所以大丹钢包含第一季的财报 也会有相当强势的数据 我估应该有两块半以上 因为现在比较难估的是 第一个库存的溢价 到底有多少的利润 第二个新台币的贬值 在外销借单部分 有汇兑的利益 这两个部分是比较难估的 所以落差跟我们预估 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我估应该有两块半 或许会更多 所以你要去找这种 第一季财报有好成绩的 这一次总共有182家 三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那182家从这里面去挑什么 挑赚大钱股价在底部的 在5月15以前 所有财报都要出来 不是台湾 美国也开始进入超级财报了 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是 特斯拉财报 对不对 所以特斯拉财献股像茂连 今天就开始有在动了 可是高的就不要去碰 像台积电已经发布了 对 杰利也发布了 很少啦 现在发布的加速还很少 接下来联发科也要发布 27号法说会 联电也是27号 然后旺宏好像是25号还是24号 陆陆续续的财报会出来 那财报里面 涨高就不要去碰 反而变成利多出镜 要找底部还没有涨的 他就从底部反转 所以每年固定的财报行情 是固定的四次的机会 这四个机会也都 提供给大家赚钱的好时机 那182家里面 有的股价在高涨 有的在走下跌波 这都不要去摸啊 找目前价格在低档的 或者在攻击波的股票 有很多可以的选择 那你也不用说全部一网打进 从里面挑个两档三档 就够你赚了 对不对 分的太善 反而效果会分散掉 反而不好 所以开始进入超级财报行情 赶快去找这一些 赚大钱股价在底部的个股 你等到它行情发布之后 财报发布完之后 你再去追 那就太慢了 我们来看一下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电子股整体也不错 占了大盘41.9% 可是整体成交量不够 很可惜 所以还是有一些 分配不到资金的部分 那今天最重要的当然就是 台积电跟联发科 这两个最重要 那华通 金像电今天也不错 可是金像电股价在偏高的位阶 北比偏高 你要做尽量短线就好 底部的股票你可以做比较波段 高档的股票 就尽量用短线来做应对 联发科今天缩盘涨了5块钱 那昨天强势的联勇跟瑞玉 今天反而涨多回档 没差啦 因为这价值已经很低了 价格已经很低了 加上指标也在低档去 这个到时候 整个大盘开始正式发动公式 这价值就会很快 瑞玉三月营收 跟第一季的财报 都创下新高纪录 今年应该会有四个股本 那股价从600多 已经回到剩下400多 400块钱 也是获利创新高 股价在底部的标的 那联勇昨天涨了5块钱 今天跌了3块半 这价值没有办法 开始跳下 联勇今年获利 有机会达7个股本 光是第一季就有机会 维持在16块17块 比去年的9.6成长了将近一倍 获利成长一倍 股价反而跌那么低 本比才5倍而已 联勇配息还没有发布 现在市场估计应该会有 配50块钱的机会 不会吝啬啦 因为前阵市场在传嘛 这次年中的奖金 公司给的很大方 那你给员工年中的奖金 那么大方 那配息就不可能会太差 所以到时候联勇如果 配息一发布出来之后 也会有加速公级的机会 那齐邦这次要配6块钱现金 齐邦要配6块钱 其实它股价最近就在72跟66 6块钱大概就在8%的内容里面震荡 就算大盘跌了800点 它还是只有6%而已 所以股价其实已经4个月时间 都在6%的内容里面震荡 赚9块钱配6块钱 配的也蛮大方的 低界财报也不错 三月营收23.8亿 23.8亿 离历史高点相差不到1000万 所以也是 三月营收也是相当强的 那配6块钱 直利率有9%的直利率 所以中股票 只要资金一进驻 整个行情攻击的机会也会很快 那台积电今天量没出来 比较稠 所以今天晚上ADR部分表现要注意 可是指标已经黄金交叉了 所以接下来575块钱如果站起来 速度会更快 那大盘要攻击 台积电要站对6百块以上 台积电6百块站不上去 那大盘要站上连线 就会比较吃力 所以台积电 它的重要性责无旁贷 现在静豪科还是蛮弱的 所以说这次静豪科我就不敢碰 因为记忆体的 记忆体目前大家的看法比较乱 加上静豪科配的不够多 赚17块钱才配8块钱出来而已 而且静豪科还在跌 今天比特币概念股的部分 表现也很突出 今天比特币概念股的部分 高尔富球杆今天也不错啦 现在看高尔富球杆 对 富盛用已经在冲啊 明安也不错 现在剩下大田 到时候如果 富盛用再过高点 那明安跟大田还是被带上来 所以说有很多好的标的 价格都很低 现在比特币概念股的部分 立台涨了8.4% 立台已经涨两天了 已经涨两天了 今天技嘉也不错 技嘉也开始起来 技嘉今天早上就给大家看过 技嘉的部分 这次技嘉 在法术会上面 老板特别谈到 第二季会在 盈域会在上升 全年营收看两位数的成长 两位数成长就是 至少成长10%以上嘛 我长期在追踪 上市贵公司老板的言论 有些老板 讲的话听听就好 有些老板讲话 参考价值很高 因为他讲的都是他所看到的 准确率也都蛮高的 那技嘉老板就很敢讲 而且准确率都蛮高的 那如果今年会呈现两位数的成长 那去年21块钱 今年至少也会20块钱以上嘛 对 那连续两年赚两个股本的公司 高级绝对不会是101块啦 这种你相信 这点你相信我 尤其要配12块钱 殖利率有高达10%的殖利率 前面一波 30天 32天 33天 总共达64天 这次震荡修正下来 昨天就是第64天 尤其高档没量 底部爆量 主力进场之后 高档没有走 所以这个后面 开始动的时候也会很快 那被错杀的 华硕 华硕是被错杀的股票 为什么叫错杀 应该讲 外资估计错误啦 外资一直讲电脑销售下滑 电脑销售下滑吗 下滑是确实下滑啦 第一季所有电脑品牌 销售减了7.3% 那减了7.3% 不是全部都不好 苹果就涨了8.6% 华硕大成长20.6% 所以不要一杆子打翻所有的 我一开始就跟大家讲过 我包含去年就跟大家谈过了 Chromebook的部分 开始进入饱和期 所以Chromebook的销售会下滑 Chromebook的销售量 其实占很大的比重 因为单价比较便宜 那可是商用机台跟电竞机台 它的单价是很高的 所以华硕从去年下半年 已经开始把重心摆在商业机台 跟电竞机台的部分 所以不见得会受到整体的影响 那果然发布出来之后 大成长20.6% 那外资估错 他事后会道歉吗 对不对台积电他估错 联发科他估错 他事后有出来公开讲说 啊 抱歉我们估错掉了 害大家判断错误 有吗 不可能的事情嘛 对不对 那你要自己去修正嘛 这些东西我都事先都跟大家讲过 你看台积电外资估的那么烂 我也跟大家讲过啦 最后结果也是跟我说的一样啊 对 包含联发科 外资说 手机会销售会下滑 联发科多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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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跟大家讲过啦 他打入三星品牌 反正今年会更好啊 对 包含华硕也是啊 外资说笔电会下滑 讲了一大堆的 我也是跟大家讲过啦 华硕重点在商业机台跟 电竞机台的部分 业绩会说话 对 三月一周就创历史新高啊 每年真正的高点在9月份 所以华硕今年业绩 还会比去年的60块钱更好 那既然今年会比去年更好 那这个就是被错估的股票嘛 赚60块钱币比台五倍 破42块值利率到12%而已 光是第一季的营收 第一季的财报 因为华硕是整机出货 那这种整机出货金额会很大 金额越大的 当新台币贬值的时候 那个汇对的利益会更大 所以搞不好出来不止17块啊 因为汇对这一块是我们比较难估的 尤其华硕公司派内部有一组人 专门在管控汇对的部分 你看新台币升值 他们汇对操作还是赚钱 那新台币贬值利润会更大 所以华硕搞不好第一季的获利 会创新高都有可能 股价太刺激了 所以这种股票就符合我刚刚所讲的 超级财报的行情 这种股票就是符合超级财报的行情 今天华硕盘中一度涨了4块钱 缩盘涨2块钱 那其实你看行情从380跌到350 30块 30块多少 8% 8%不到只有7%而已 大盘这段期间跌了800点 从17750点跌到16800点 跌了800点900点下来 大盘跌了900点 华硕只有8%的行情震荡而已 所以你从现行上感觉跌好多 那你用%来算的话 其实%不多 大概7% 8%而已 那这个到时候如果再站回去 目前所有均线月线在367 半年线在363 年线在361 几乎纠结在这一块里面 所以只要这一块能够站上去 形成多头排列 那后面补充空间还是很大 那接下来财报发布出来之后 就是它攻击的很重要时机点 所以现阶段 你如果关心指数 当然也很重要啦 指数不是不重要 你要看得懂 你如果对于指数 判断没有那么的准确 那不妨回到个股身上 回到个股身上去找 第一季的财报 超级财报的行情 第一季财报赚大钱 股价相对在底部的 接下来超级财报的行情里面 你就有机会 从底部出发 赚到一波大的行情 那不然加入我们会议行列 我来找这个table的股票给你 我从来不会找涨高的股票给你 你要听那种涨高的股票 其他节目很多 林黑院只找底部赚大钱的个股 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那我们的负转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之七效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写行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